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效果不俗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一组运用在建筑上的木头造型 非常的惊艳 设计师天马行空的设计打破了人们对木头安静土石的印象 木质的曲面的墙壁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更加能够捕捉人的眼球和吸引力 巨大的木块拼接成的蜂巢的形状 让人感叹建筑的挑战是无法想象的 而下面的这张图是上万根木条 经过严密的排列应用到了建筑上 产生了别样的美 看来最普通的木头疯狂起来 也是可以有惊人的效果的 好了 言归正传 马上开始进入本期的榜样作品 首先请本期的点评人陈飞杰先生出场 陈飞杰 香港设计师 致力于以精巧简约的设计风格 创造灵动的生活空间 在建筑及室内设计领域 有着二十多年专业经验的陈飞杰 一直坚持用匠人的精神做设计 他觉得只有专注才有精品 在他看来 设计不仅是代表个人灵魂的作品 它更应该是影响一代人的设计 设计每一个家 是为了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愉悦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陈飞杰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不同的现代风格的作品 第一个作品是《自简自美》 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八十九平方米里面 做到了每一个死角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作为生活的收纳空间 做得非常好 第二个作品 《高级灰》 《遇上时尚秀》 设计师运用了高级灰与各种的色彩 碰撞出生活的愉悦感 有一点点时尚 有一点点格调 第三个作品《赏味黑白》 设计师在每一个空间里面 巧妙地运用了黑白灰的手法 来传达了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其中有一幅装饰画 令我印象深刻 欢迎回到空间榜样 在进入我们榜一作品前呢 我想先问一问大家 如果一套不到九十平方米的房子里 大大小小的柜子放了十六个 这样的设计你是否能够接受 有这么多柜子空间 还有美感可言吗 那么在小面积户型里 如何更好地解决收纳问题呢 来自杭州的设计师范小虎 给了我们一个方案 他的作品《至简至美》 实现了储物的秀与藏 如果您也有收纳方面的烦恼 不妨跟我们的设计师学上几招 这个空间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收纳功能 我们通过不同的处理手法 实现了收纳的秀与藏 展现了空间的自简自美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小虎 整个空间的色彩干净 纯粹 设计师认为 越是简单的色彩 越能贴合人的内心 对于这个家装设计吧 我们的要求就是 风格上还是要简约大方一点 然后功能上 因为我们两个都还比较务实的 所以还是想使用一些 使用一些的话 就是储藏空间要大一点 但是又不能影响我们日常生活 活动的一个区域 我认为设计师的作用 是帮业主规划当下 和未来几年的生活状态 89平的空间 我们既要做到大量的收纳 又要保证空间视觉最大化 我们根据户型结构的特点 做了大量的储物柜 业主平时把一些零碎的东西 都可以放到储物柜里面 能够保证 我外部空间的完整度和整洁度 但是我们这些柜子 都用了不同的手法去做了处理 进门位置 这个柜子的设计 我们还是以功能性为出发点 我们考虑到屋主 它进屋之后要放置一个钥匙 包括方便与换拖鞋 我们做了一个镂空的处理 中间部分跟下面部分都是镂空处理 因为我们是以简约风格为主的 所以说我们要尽量地去做到柜体 隐藏到这个空间里面去 所以我们的柜门都是采用了没有把手的处理 为了保证储物空间的最大化 我们电视背景墙这边也是做了一个储物柜 但是我们是结合了墙体的一个结构 做了一个块面状的处理 柜门也是采用了跟鞋柜一样的方式 也是没有五进八手 这样能够形成我这边整个风格的一个简洁性 做到了我们整个收纳中的场 下面调控部分的处理 我们是考虑到未来的一个生活状态 未来业主有小孩了 小孩在客厅玩耍 他可以把他的玩具放置在这个位置 方便与拿取 餐便柜这个柜题 我们采用了一个半开放的处理 开放部分我们可以放置业主旅游 然后他平时一些喜爱的一些工艺品 艺术品可以放在这里作为一个展示 封闭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收纳平时一些零碎的一些杂物 然后我们颜色上面也是采用了两种颜色 一种是木色 一种是深色 那这样子一组柜子 我们可以形成整个空间中的一个视觉焦点 这就体现了收纳的秀 对于我们家的装修 我们最满意的一点 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 大大小小的话 大概有16个 而且这些空间 大部分是用了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 所以丝毫不影响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活动 比方说这个柜子吧 它是跟墙体融为一体的 如果不是我说的话 日常来家里做客的朋友是丝毫不会发现的 对于男业主来说 最满意的是设计师对于户型的改造 其实刚拿到这套房子的时候 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的 就是我们这个房子进户门 门厅跟客厅之间原来是存在一堵墙的 这样子整体上的话 就使得这个房子比较的不通透 会让它产生一种比较压抑的感觉 墙体我们把它拆掉之后 我们是兼用了这个墙体的厚度 及包管的厚度做了一个 吧台的一个功能区 它很好的区分了客厅和餐厅之间的一个功能 另外增加了每个功能区之间的一个互动性 然后餐厅这边的话是利用了 陆户花园的一个空间做的一个功能区 下面我们做了一个卡座的设计 一方面能够节省餐厅空间 另外一方面卡座下面的抽屉 是对收纳的一个补充 硬装上我们做了简单的处理 主要还是想通过卵装加入一些自然的元素 比如说一些小鸟小鹿 包括绿植和木头的挂钟 这些摆设来营造一个轻松惬意的居家氛围 我们希望业主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回到家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能够让生活慢下来 客房则是朋友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个空间 这是一个次窝的功能区 但是我们没有简单的放置一张床 而是采用了地台跟衣柜结合的一个设计 这样考虑主要是能够体现这个功能区的一个多功能性 地台除了可以助人 也可以实现一个收纳的功能 我们可以放置行李箱棉被等物品 也可以是作为一个休闲的功能区 朋友过来喝茶聊天 也可以作为一个个人的冥想室 我们在颜色的处理上 采用了灰色、木色、白色 加入一些后期的自然的元素 我们希望营造一个安静轻松的氛围 这个空间就像为我们量身定制一样 是我们梦想中的家 感觉非常的敞亮 洗整然后干净又大方 我们回来以后置身其中 就能很快的放松下来 然后静下心来去做我们最喜欢的一些事情 我非常赞同设计师的其中一句话 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 为业主去规划当下的设计的需求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业主未来几年 他的生活的一个演变跟需求 所以在这一套房子里面 我们看到每一个石角的部分 被规划成各个不同大小的收纳柜 然后同时令到每一个功能空间 变成相对完整的这样的功能空间 特别是看到电视机的背景墙的部分 他把电视机跟后面的背后的收纳柜 融为一体 把空间做得非常的干净 设计师对整个收纳空间的规划 做得非常好 欢迎回到空间榜样 今年高级灰火爆了整个的设计界 成了不得不说的故事 究竟什么是高级灰 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定义 有人说高级灰就是一种灰调子 是一个颜色体系 也有人说高级灰是一种生活态度 那么高级灰究竟高级在哪里 总结出两点 一个是纯度的 让整个的空间和谐 另一个是灰的有韵味 不是一片死灰 我们的榜二作品也是一个 用高级灰打造的空间 不过有意思的是 设计师杨军没有走高级灰一贯的路线 而是在空间中点缀了丰富亮丽的色彩 我觉得家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一个场所 不一定说高级灰就是一种很统一的一种色调 也可以融入一些色彩在里面 这条案例想表达的 并不一定是某一种风格 或者说具体的某一种形态 我可能是想通过一些复古的 史上的 包括当代的等等的一些元素 想来表达每个空间的一些情感 这个我觉得也是现代人 一种情感的交流的一种场所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杨军 从我跟业主几次在沟通之后 后来我们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想给大家做的一个 比较偏国际范的偏时尚的 而且也非常温馨的这么一个家 可能用到的元素会比较丰富一点 我不想就是说把一个家做的很单一 这个也是我当时跟业主的一个想法 在这个空间里 杨军在软妆的搭配上是极其丰富多彩 利用各种颜色 材质 将空间装扮得时尚亮丽 但是在硬装的设计上 他却采用了极简主义 几乎所有的墙面 顶面 都只是简简单单的直线条 所以软妆的搭配成了整个空间里的主角 当然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想给他 每个空间营造一种氛围的一些场景 在客厅的装饰上 杨军主要是以浅灰色和白色为主基调 然后配以条纹的地毯 以及沙发背景墙上的条纹挂毯 营造出一种韵绿的空间氛围 在家具的搭配上 既有铜质的金属质感 又有原木的自然材质 在这个空间就选用了一些木色的一些元素 想尽量使这种金色的浮夸感稍微量低一点 这样的话使这个空间感觉会更温新鲜的 除了家具之外 室内的挂画也是精心挑选的 在这个客厅空间挂画的一些选择 我们是采用了一些色彩感 会比较强烈的一些对比色 比较跳跃的一些颜色 来作为一个妆点搭配 主要是想在这个灰度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想体谅一下空间的感觉 另外就是从画的内容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 就是类似于儿童话的这么感觉 不想让这个空间就是太呆白 在餐厅的吊顶上 一盏即复古又时尚的吊灯 成了空间的主角 餐厅就是这个大的冒烟灯 就是会格外的引人注目 当时我的考虑也是想 在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空间 需要有一个物体来 在这个空间营造一个 非常浪漫的这个氛围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餐厅的 这个背景的装饰化 也是格外的引人注目 然后再配上我们餐桌上的 一些淘来的一些餐具 包括一些刀叉 一些银器这些 作为一个装饰 显得特别有那种复古情怀 而让阳君最为满意的 则是厨房空间的设计 厨房的设计也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的生活化 整体的话我们给它的定位 是以北欧风为主 米白色系干净利落 当然就是在这个厨房空间 最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在厨房的阳台 增加了一个早餐区 那在这个早餐区里面 其实是非常实用 而且非常生活化的 这么一个场景 另外我们在这个早餐区的 一些窗漫的一些颜色的选择 我们选了一个灰绿色 跟卡座的树叶条纹的 这个选择 也是为了跟室外的这个自然风景 相融合 在次卧室的装修上 杨军同样采用了极简主义 硬装上几乎没有做任何装饰 整个空间非常简洁 我们也是在家具和橙色上面 花了点小心思 包括台灯的一些选择 和单椅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是主要是 增加这个空间的一个质感 另外就是想把这个空间做的 就是给人感觉会很安静 然后作为一个客房 让人的一个睡眠的舒适度 然后也做一个加强 没有使用很多的一些大量的 颜色作为一个铺垫 主要还是为主 在通往卧室的过道里 杨军用最简单的方法 设计了一种别样的收纳空间 在这个一帽间的一个小过道 这个空间 我们把它这个空间 给它充分地做了一个利用 然后做了一些帽架 这样也增加了这个空间的一些功能性 也把这个空间就是做的 非常的生活化 而且非常的有趣 主卧的这个大的基调还是以米白色和灰色为主 当然我们在很多的空间的小细节上面 点缀了很多红色 包括它的床曼设计 包括它的挂画 小抬灯 暴枕等等这一系列 就是用了很多红色系里面的一些主色 包括有眉红 有暗红 有一些折石的颜色 包括跟它的卫生间也是做了一个呼应 因为卫生间我们也是在设计的非常大胆的 一个颜色的感觉 非常统一 那我们是想通过这个空间 想营造一个就是比较浪漫气息 包括有非常生活气息的这么一个场景的感觉 四白落地的墙面 没有任何装饰的吊顶 但是软装的搭配 却能变化出如此多的空间氛围 使得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 家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一个场所 你可以在家里面一个长的西餐桌上 你可以很优雅地吃着西餐 点着蜡烛 你也可以坐在一个阳光非常好的一个早餐区 就是喝一杯咖啡 吃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早饭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一套房子的最出彩的部分 就是颜色的点缀 设计师很巧妙地运用了高级灰的这样的颜色 作为整个空间的底色 然后在每一个空间增加了不同的色块 增加了不同的颜色的点缀 令到生活充满了这种不同的情趣 在这里可以看到 生活的未来它不是单调的 可能过了两年过了三年 如果业主觉得每天都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颜色 觉得有点单调 那我们只要是把里面的一些橙色的陈列品更换一下 又变出一种新的生活的情调 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呢 也符合了我们在业内提倡的 轻装修重装饰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欢迎回到空间榜样 墙面开裂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装修难题 而且墙面一旦有了裂缝 就算我们采取了补救措施 裂缝还会时不时的出现 特别影响房子的美观和人的心情 在我们的榜三作品里呢 设计师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装饰材料 解决了墙面开裂的烦恼 那么这个神奇的法宝究竟是什么 来自长洲的设计师罗贤荣 将为我们揭晓答案 这是一个为单身男士打造的工作 它有很多突破传统的设置 也是一个需要用心去感受的工作 我们把它叫做上尾黑白 这个户型它的采光性是偏弱的 考虑到整体采光的情况下 墙面使用了大面积白色 包括顶面 配合一些自然光的反衬 和我们室内一些灯光的搭配 这样可以使得整体的屋子 就是更明亮更通透一些 那么我们在几个主要的背景面 电视背景面 餐厅的背景面 卧室的背景面 使用了一个对比比较大的颜色 黑色 那这样的会形成一种 比较时尚的一种氛围 色彩搭配以后整体感觉都比较好 然后用了一些卵妆 什么的再配衬一下 这个就是说给我 就是加码就是一种 能进门以后就是一个放松 然后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 就是我坐在我的每个角落里面 我都会感觉到人就比较舒服 简约风格呢 其实看起来我们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空间 不管它的形式也好 颜色也好 但是对于简约空间的一个设计风格的话 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它的一些质地和质感 为了使这个空间不过于单调 升任 我们用了许多的木质材料 包括木质的地板 木质的家具 使这样的一个 时尚的空间 能够多一些自然 和居家舒适的氛围 然后墙面上我们看到这些材料呢 是海极布 白色的这种墙面呢 是比较易脏的 我们用了海极布之后呢 用湿麻布 用橡皮 我们就可以清理表面的污渍 在住了很多年以后 可能房子啊 墙体啊 会经常容易出现一些裂缝 那么我们在用了海极布之后呢 就墙面的裂缝 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掉 再有就是 可能说业主在住了三年五年过后 觉得我需要给这个家换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只要在海极布的表面 直接涂刷我们喜欢的颜色就可以 那么客厅我们看到沙发背景墙 装饰化的一个布置 不是常规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中间 那么我们是采用了一个 偏移在边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设计 那其实不只是客厅 那么其他地方呢 包括床背景也好 书房的也好 装饰化的一个位置 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当时我比较怀疑 我说不挂在中间挂在一边 就是说我这没听过 然后他说这样子的效果 会比较活泼 等他那个画灌完以后 镜面一看 确实眼前一亮 就是说这种效果 能进入以后就感觉到比较轻松 比较时尚 我觉得蛮好的这种搭配 这样的设计 会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感觉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 在卵装式的再一步设计的话 能够给业主营造出 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个空间的最大的亮点呢 在于一个户型有一个极大的改造 它本身这个房子的话 有89个平方 偏于传统的一个户型 两室两厅 我们前期观测呢 这个客餐厅是过于下角 特别是餐厅这一块 因为他业主 他是一个喜欢 亲朋好友到家里来一起聚会 比较好客的一个人 很热情的一个业主 其实我们突破了 他这个户型原有的 界定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把两居室的一个空间 改成一个 一居室主要的部分是 客餐厅和次卧这块的空间改动 我们把这个次卧室的原有的墙体 全都敲掉 然后呢 把一部分的次卧室空间 作为了一个很大的一帽间 还有一大部分的次卧室空间呢 作为了这个餐厅区域 那所以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餐厅区域 这块空间还是比较宽敞 就能够最大化的满足它的这个需求 设计师设计出来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觉得眼前一亮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 普通的一种房间的格局 改造成了现在这种格局 我朋友来了以后啊 他们一进入就感觉到 房子比较新颖 格局改掉以后啊 也就觉得亮度啊 光线什么都比较好 然后坐在这里喝一喝喝茶 看看电视都是比较舒服的 衣帽间这一块呢 设计也是一个 比较重点的地方 我们把全屋的收纳的一个功能 都放在这一块 衣帽间这块的整体格局的设计上面呢 我们需要做到精心的规划 我们看到 柜子的最里面的死角的地方 我们是做一些层板 这个地方呢 可以收纳一些大的旅行箱啊 然后在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会有一些移通 那么在最下方的一些位置呢 我们有一些裤架呀 抽屉呀 这样的一个功能组合的设计呢 可以让衣帽间的储物呢 看起来更整体 我们还是尽量以人为主 以居住者 使用者当下的一些需求 来把这个格局改造的 能够为我们居住者来服务 房子缺小五脏俱全 不管房子多大多小 它应该具有的功能 在我的房子里全部体现出来的 就是说 在我这个居住的这个一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比较舒适 比较放松 这就是我选要的这种感觉 其实一个好的作品 不仅仅是从视觉上面去体验 我们更多的需要从家具材质的触觉 整体家具的氛围的嗅觉 以及视觉等多方位的交通去考虑 那么说一说 设计出真正有灵魂的设计作品 需要我们每个设计师更懂生活 用心做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看到 有一些材料的运用也是非常的特别 比如说墙面上使用了海极布 海极布有一个好处就是 几年之后 如果觉得这个颜色想变一下 也可以同时在这个海极环境 那整体来说呢 这套房子呢 我看起来是干干净净的 也没有做太多的这种装饰的堆切 那我们看上去呢 相对比较轻松 生活嘛 就不需要有那么多压抑的东西 欢迎回到空间榜样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互动时间 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摇一摇 参与互动 迎家庄好礼 感谢本节目 新媒体互动合作伙伴 雨红防水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美好的生活在于发现 在于分享 本期呢我们请到的点评人 陈飞杰先生 出生于木匠世家 从小就对木头有着特殊的情感 今天呢他要用装修当中的废木条 制作一款很有色彩感的挂画 更重要的是这个创意不仅美观 而且非常的简单易学 小时候跟爷爷一起生活长大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木匠 所以他退休之后在自己家里 家的后院做了一个木作坊 那我是每天都看着爷爷 来做不同的家具 不同的用自己喜欢的木料 来做自己喜欢把玩的一些木器 我非常喜欢木头 一棵树苗慢慢长大成材之后 当我们砍伐这棵大树下来之后 其实我们第二次使用这个木材的时候 是这棵树的第二次生命的重现 它的可塑性非常强 也是非常的温和 也非常适合跟我们能近距离的接触 也因为我对木板木料有很深厚的感情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教会大家 如何使用这些木的材料 装修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有大量的这些装修的废料 那我自己本身是特别喜欢木头 那我觉得这些木条木方 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 我们每一个项目里面的一个装饰画 这样子也可以为空间增加一些 我们艺术的创作 同时也会更加环保地使用这些木工的材料 我们需要制作一个装饰画的这块板 我们就按照这块板的尺寸 然后来装物条的一些长短 我们装好之后 接着我们就会开始刷上这个颜色 我们这里总共选择了几种颜色 有绿色、蓝色、黄色、红色、紫色 我们总共选择了五种颜色 色彩的美学是通过我们平时的生活的观察 最好我们在每一次出去旅游的过程当中 我们最好能够更多地去欣赏不同的地域文化 不同的色彩的大自然的环境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些颜色基本上已经刷好了 刷好之后来制作出这样的一个整体 与立体感非常强烈对比的一个色彩的构成 当然这个构成可以通过你自己的想象 颜色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变化 那就要看我们每个人对色彩的一些理解 好,我们排好这个板之后 我们就用玻璃胶来固定每一个色块的木条 用玻璃胶的过程 最好我们用的玻璃胶是无酸的玻璃胶 这样子的气味不会影响你的环境 固定好之后放在那里一天 第二天它就自然干透了 就可以把它立起来 把它可以固定在我们所需要的墙面上面 来作为我们一个空间的点缀 那这个看起来会非常的立体 那这样也是我们响应环保的一种做法 所以回到我们家里 我们动手自己DIY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动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来制作我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画 每一块做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的 也都是我们自己动手的成果 谢谢陈飞杰先生的分享 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是创意让生活更美好 当然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行动起来 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向设计圈的朋友们发出邀请 如果您觉得自己的作品够好 够榜样的标准 那么请报名参加我们的空间榜样 和大家一起分享空间设计 报名邮箱打在了屏幕的下方 欢迎您的热情参与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记得我们的约定 每周六晚的18点50分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空间榜样不见不散 空间里的榜样设计里的生活 下期节目再见